0.00 的第九条 他想问你 F 和 A 的关系 现在我这样不解题目的话 就要很小心 如果通常我们教科书 或者 DSE 教科书 我们 F 都会等于 left force left force 就等于 MA 如果 left force 等于 MA 的话 那幅图就一定是这样的 有 left force 就自然有 acceleration 但是 DSE 或者会考的时候 很小心 这个 force 就不是代表 left force 它只是代表 left force 中的其中一个力 因为在里面来说 其实还会有 friction 对了 还会有 friction 那其实可以这样想 如果有 friction的话 你的 left force 要大个 maximum friction 见异才可以开始动 对了 所以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开始的时候 我当过 friction 我当是 5 N 那你的 apply force 这个 force 在 0 至 5 N 都不会移动 当你去到 5.0001 N 才会开始有 acceleration 那如果这样想的话 答案就会是 E 对了 当 friction 在这段期间 5 N 都不会移动 然后才开始移动 对了 所以呢 其实这个位置 都让我们知道 原来这个就是它的 maximum friction 哪有呢 哪有呢 本来是